台北市政府前天宣布 将在12月1号进行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 比较2020年模式采取视讯方式线上举办 市长柯文哲更在脸书喊话 降低敌意 增加善意 避免冲突 也强调两岸的对立更需要来对话 就是续办原因 但是蓝绿议员跟学者都质疑 双城论坛是属于城市之间的交流 也只一颗皮根本只为了个人的政治考量 去年的双城论坛 首都因为疫情视讯举办 今年台北上海交流 年终延宕到年底 柯文哲拍板终于要登场 但两岸关系紧绷 却被蓝绿议员质疑 论坛造就 全是柯批政治考量 已经变成一种大拜拜 或是柯文哲个人的政治秀的一些秀场 说的好像要签署和平协议 想借着这个双城论坛 来奠定自己在两岸之间的地位 柯文哲脸书喊话 两岸降低敌意 增加善意 避免冲突 说很多人问两岸对立 为何同意举办 强调正因如此 更需要对话 中国对台政策强硬 民进党操弄反中 不手软 再批执政者不该为了政党利益 牺牲国家利益 交流比断流好 对话比对抗好 透过对话的方式来务实地解决两岸重要的民生议题 北京在双城论坛上面的一个态度 基本上都希望台湾的县市首长有所谓的政治表态 柯文哲想要用双城论坛作为一个消费两岸可以对话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根本的问题恐怕不在于这种各取所需的交流 但看在学者眼中化解两岸冲突效果有限 目前双城论坛预计12月1号登场 台北场地站定在京华酒店 一样采取线上论坛方式 由柯文哲和上海市长公正共同主持 主题拟定新经济新发展 除了两场主题演讲 更会针对动物保育等三项议题签署MOU 但这场两岸考试到底能否得分 办了也不会加分 不办也扣分 恐怕就连科比本人也难以预料 接着我们讲这位节 台北到